那我们也非常高兴的来感 我们也非常感谢我的对手 曾圣凯和林思敏委员 在这边打了美好的一仗 当然更恭喜林思敏委员能够获得胜选 那我们很希望的是 他在未来能够持续的来为新竹县来努力 让新竹可以更好 让这座年轻的城市 能够带来更好的生活 以及带来改变 那我觉得很抱歉 就是说虽然我的任务失败了 但是我仍然非常感谢 在这边有这么多 从第一天就陪伴我的伙伴 以及志工朋友们 那我想在这一仗里面 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从我来到选区的每一天 我们都拼尽的全力 就是希望能够让新竹县的生活可以更好 但是很抱歉 我们的努力不够 没有办法赢得胜选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未来的 虽然我觉得很抱歉 是我们没有办法赢得胜选 但我们仍然写下了一个历史 就是这是在蓝绿夹杀的情况之下 第三势力唯一获得一个第二名的 这样子的喜次 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未来能够继续来坚持 直到真正发生的改变的那一天 所以未来我也会持续来努力 也希望大家不要放弃 因为坚持才有可能看到希望 那最后还是要非常的谢谢大家 能够陪伴我们打这美好的一仗 我们也更希望的是 新竹县应该要找回属于它的荣耀 这个年轻的城市的确有非常多的部分 不管是基础的建设 不管是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都需要有人一起来改变它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对手胜选的林世民委员 能够继续努力 我们也会继续不放弃的在这边持续的耕耘 那最后还是非常谢谢大家 陪我们走过这一段非常不容易的一条道路 谢谢大家 陪我们加油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